董教授 你覺得今天這個論壇有沒有什麼得著所 我們在設計上希望盡量令到官員和民間有些溝通 你看到我們都很積極的設計 希望有對話 但是你看到政府前面的立場怎麼改變 都是依書直說 跟過往幾個論壇所說的東西 實際上分別人很大 第一 你可以看到香港政府在這次退補資訊裏面的策略都很一貫 都是希望用文件所說的問題去主導整個討論 對於一些新提出的議題 例如說強制今天可以轉移 政府一路都有一個比較活明的態度 對學者方面的可能性都不去作政治評價 所以我覺得形式上都想到很盡的 但是你看到政府可能已經有了一套的資訊策略 還有一套最後的結論 我很擔心的 雖然我們議員希望有一個在融資 於是在東海上有一些走進一步 為六月底原則的資訊 做一些比較有意義的一些發展 但是這次除了說有個溝通機會 還有多了人聽到兩位朋友面對 還有各界的意見有什麼反應之外 實際上新的得罪是沒有什麼 其實經過這麼多長的討論 或者市民的反應 好像政府都是無動於衷的 我們接下來可以有什麼去實行呢 當然我覺得還有兩個月的資訊 其實我希望市民都是積極發言 積極表達意見 第二呢就是 唯一一個我覺得這次的資訊裏面 可能有一點點盼望的就是 就是最後一個時候 現在張國務長說了 就說這次的資訊一定不會踏步 一定會有這種進展 很明顯覺得是想在現有的 所謂社會保障 或者在社會保障 我們津貼做一些進展 滿足了市民的願望 我覺得這個可能都是給一個肯定 可以見到的 但是我覺得我們不滿意 我覺得贊了一個 我們已經對這些建設增了幾十年 整個社會花了很多時間來討論 我們覺得不可以這麼輕易 給政府過骨 而且很明顯如果這次 政府是找一個 距離於生活區的答案 就是說在社會保障做一些改善 來滿足市民 接著就不再提這件事的話 我覺得就可能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才有機會再討論 完全不退步 所以我覺得雖然 今次看不到什麼很實際的進展 但我覺得最後兩個時間 我們不會放棄 我們會繼續透過各種拳道 各種拳台 繼續去表達我們的語言 還有希望市民繼續表達他們的意見 如果過了諮詢期之後 政府的方案 都是跟我們市民 或者是有相確的地方 那我們市民可以怎樣做 我想諮詢期六月底會完 但完結之後很快就會面對立法會的選舉 立法會選舉 所以我相信這個 就算政策員 他未必這麼快會有報告會出 我覺得在沒有報告 就算政權有報告也好 立法會的選舉 我覺得在今屆的選舉裡面 各大政黨 我們都不會放棄 要向這些參選人 政黨 政團 提出這個訴求 希望他們在選舉過程裡面 能夠成為他們的政綱一部分 我覺得這個是持續爭取的策略 第二 就很快明年年初 3月26日也會選特首 我想無論誰出來參選特首都好 我們都會盡我們的能力 希望在下一屆的特首選舉過程裡面 將這個議題帶出來 到時候可能政府已經有報告 或者沒有都不定 但我們都會繼續在我們的目標 是否爭取一個全民退保 這個終極目標上面 是繼續 無論政府今次的結論是怎樣都好 我們都會繼續爭取下去 希望也是 來屆的特首的參選人 都要正視這個課題 謝謝中白色